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晚安 Key 聰明我是主播婉婷 最近這兩天天氣受到封面略過的影響 在我們北部及東北部的地區 都會有一些天氣上的轉變 除了溫度會稍微漲化以外 天氣型態也會轉為多雲 有短暫陣雨的天氣 那另外中南部的朋友就不用太擔心 天氣上不受太大的影響 大致上還是屬於比較悶熱的 但是要特別留意在午後的話 山區還是會有些午後雷陣雨的發生機會 而且在這不穩定的天氣狀況之下 很容易會有一些擴大的午後雷陣雨 因此在西半部的朋友 也要特別留意午後雷陣雨的降雨情況囉 那特別留意的話 就在海上的風浪狀況 這海上風浪受到這個東北風加強的影響 海上的風浪會比較大一些 因此海上的作業船隻朋友們 也要特別留意小心 那今天的農尼漁木小電營 要特別提醒這個種植草莓的農友們 現在是最適合定植的時候 它的深層要適中 否則是埋得太深的話 很容易植株就會腐爛 太淺的話 又很容易隨風搖板而影響它的生長 因此在種植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小心 那我們從頁面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牙蟲 那現在是進入著十字花科的生產期 要特別留意這個害蟲的發生 尤其這種牙蟲 還有靈種叫做小怨葉蟲的害蟲 要特別防範而小心囉 那今天的天氣狀況 我們可以看一下未來的模式模擬預測 在最近這兩天呢 受到這個微弱封面略過的影響 在我們台灣北部及東北部的地區 都會受到這個銀封面的降雨情況 那主要中南部的話 就是以山區五厚六對流影響為主 到了禮拜天 禮拜一 溫度會略微微深 天氣狀況也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但是到了下個禮拜二三的話 又有一波封面會影響我們台灣天氣 因此未來這幾天天氣還是不太穩定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天氣上的資訊 我們把台灣放大來看 可以看到整個風向 逐漸轉為東北風之後 在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 這些銀封面的地區 都會轉為有短暫針雨的天氣 那另外中部跟西部的朋友們 就要特別留意 午後雷針雨的降雨的情況 很容易會有一些局部交大雨勢發生 因此前往山區 或者是在北部東部的朋友 都要留意小降雨的情況 那我們從未來四天的降雨分布來看 可以看到禮拜五跟禮拜六兩天 除了午後山區雷針雨以外 銀封面的地區都會有一些 比較明顯的降雨情況 因此前往山區或者在東北部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小新 而到禮拜天禮拜一 天氣會慢慢的穩定 因為風便逐漸遠離了 就要特別留意山區的降雨的情況 整體來說未來四天降雨分布 還是比較集中在山區 即東部跟北部 未來這四天降雨的情況 還是要特別留意小新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 月亮的地區 南部 有些人 有些人 現場 明天 金 雷 大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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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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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